受到肖敬腾与林俊杰两位天王级师兄力捧的台湾女神王诗安 新专辑你好吗刚刚推出就受到一致好评 9月15日这位实力派唱将更现身台北街头 在自己的首个签唱会上与粉丝亲密接触 为求一炮而红一飞冲天的好招头 王诗安更壮着胆子便空中飞人 完全不顾短裙走光危险 做火箭升空 场面火爆热闹之余也让王诗安大呼被吓到 我觉得整个人会抖一下 一开始因为第一次做 觉得其实蛮好玩的 对还好啦 而当天虽然是阴雨绵绵 仍有不少粉丝前来为王诗安的首秀捧场 让他相当感动 叶坦言走上歌手之路 让自己忍受了不少苦楚 连续两年都没空回家 我第一次遇到的是我早上睡觉的时候 就被摇醒 后来就是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 就一直开着那个视讯跟我妈聊天 然后就大哭 一开始是大哭啦 后来有比较习惯 不过有肖敬腾和林俊杰的支持 如今人际火爆的王诗安也算是鲜苦破甜了 当初就因为太过羞泽被笑省花一己的他 首次谦唱就赶上下雨 真是要连肖敬腾雨神的封号都要夺走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撞下落下雨神怡 Ugh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次到了